14人名单有玄机,总决赛中国女排有望启镇出击逆袭冲冠。 今天,球迷们一直在讨论中国女排总决赛14人名单,小编我也是费尽心思地研究了一番,越分析越觉得有玄机,越分析越觉得比赛有看头,越分析信心越足,我甚至觉得冠军在向中国队招手,请原谅我的痴人说梦。 入选的14人,可以组合出新棋阵容,可以按部就班,也可以推陈初心,变幻莫测,上演一次大逆棋。 14人名单,最出乎预料的是带了三名接应,按照朗岛的风格,以往是不可能出现的,这次算是大胆求心,大胆突破,围绕三名接应排兵布阵,大做文章,朗岛的心思我们要好好猜一猜。 当然,前提是大家先不要批评杨芳旭,等我们偷袭完朗岛的想法再来讨论它。 首发阵容,朗岛的选择一定是朱婷,刘晓彤,丁霞,严妮,小苹果,岑春磊,龚翔宇,林立。 因为总决赛不会再锻炼队,每个位置要用最强的,但这套阵容对手很熟悉,研究的比较透,从分战赛看很容易受阻,受阻了怎么办?后面才是体现狼岛智慧的时候。 幻里莹莹,朱婷保障她的一船。不太现实,最有可能的扁振是将龚翔宇推到主攻位置上,她有一船,攻击力也不俗,打朱婷对角或许会出奇致胜。 这时候接应位置启用曾春磊,中国对场上就有四人可接一船了,由此看,总决赛龚翔宇的角色就像李约奥运会张常宁一样,可以在接应和主攻位置上来回切换,她的灵活使用将成为场上胜负手的关键。 现在大家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带三接应三主攻了吧?杨芳旭的特点朗导一直很欣赏,就是快和能接一船,两点换三点时上场可改变节奏,待她更实用,而断放相对来说短板比较明显。 从分战赛看,中国女排最大的问题是一船,一旦通过调兵潜将解决了这个问题,其他环节也都会顺畅起来,所以北京集训姑娘们重点练了一船,围绕比赛稳定一船狼岛也可谓要绞尽脑汁,在排兵部阵上下苦功夫。 一船好了,中国女排的成绩就会好起来,希望我的分析能够得到比赛的印证,也相信总决赛狼岛一定会大胆求变,变出成效,变出战斗力。 这样的分析大家认同吗?欢迎您在评论区发表高见。